不是一個簡單的選舉,而是一個全香港人或者所有每個階層都應該去參與 甚至在過程中,直接民主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透過在公投之前,整個社會氣氛和思辨讓人更加去了解到 究竟我公投的目的是什麼,公投的議題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你見到其實中大學三會在過半三月的時候都邀請過RTV 其實我們逢星期四都有一個論壇,四次論壇是講對於五區公投有不同的面向 譬如第一次我們會講到為什麼我們需要有直接民主,其實直接民主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香港會沒有,第二次我們會講回我們區公投裡面的議題 我們說廢除功能組別,究竟功能組別有多不改有多不改有多不改 有多少的問題發生,同學都可以去討論 之後幾次都會講回學生怎樣參與,講回民間社會怎樣去投入 其實中大學生甚至是其他學校的學生會都是用很多論壇 甚至我們做了很多文宣,都會推動學生去想一下為什麼他們支持五區公投 以及他們怎樣去實踐這個五區公投 為什麼28927899,28927899,如果聽眾是想跟這班80後的朋友 我繼續用80後,這樣可以區分到我和阿錦 我們當主持一定不是 如果想跟他們聊天的話,歡迎打電話來28927899 在聽你們的電話之前,我們先聽了過去一個星期內 有關五區公投的一些大事 五區公投一周發展 星期日 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表示,在選舉的時候拆除街板的做法,行之有效 但因為建制派反對,政府可能令作安排在破壞選舉的公平性,也是對選舉的打壓 他又說,行政長官曾任權,不願意承諾取消功能組別 令他擔憂,如何達至真正的普選 星期日 立法會普選接受提名,社民連主席陶均衡表示 會優先讓三名辭職的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參選 又認為終極普選大聯盟對五區普選的態度模糊 將會影響支持民主派選民的投票意向 社民連向終極普選大聯盟發表以沒有激烈的主張 連和平改革也不行,為提及公開信 指聯盟早前與一眾保皇派人士會面之後 以獲回覆指中央難承諾在2017至2020年落實真普選 認為聯盟至今仍是對,是否呼籲市民在5月16日投票立場模糊 做法如同與中共一起演戲 陶均衡認為即使大聯盟與建制派和政府對話 相信對方讓步的可能性極低 認為特區政府和中央營造有得談的氣氛 想拉一派、打一派、冷淡對待今次普選 早前宣布在5區參選的大學生組織大專2012發言人說 最終可否參選,要視乎可否籌到25萬的選舉按金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說 計劃參選的大學生或會擾亂兩黨的選舉議題 即使有機會投票,公投成效也難以喘息 立法會財委會召開特別會議,民建聯議員張學鳴表示 有鄉市人士不滿意5區補選,有意不借出學校作為投票站 5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宇若美批評這個做法 他認為不應該剝奪其他人的投票權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倫說 知道有鄉市人士對補選有保留 選舉事務處正積極與他們聯絡 希望他們可以借出場地作投票站之用 林瑞倫表示,目標希望在5個選區有超過500個投票站 有巴士亞宿之稱的陳悅東 趙早到選舉事務處索取報名表 他說,計劃參選港島區,他認為公民黨和社民連發起的5區公投違法違憲 而早前,考慮在新界東選區硬蓋社民連梁國雄的藝人肥媽 Maria Cordero,宣布放棄參選 有消息指,中央正就溫和泛民提出的多項建議積極研究 有可能在下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討論特區普選問題 並再度說明2017年和2020年可以實施普選 藉此換取泛民支持 但泛民認為此舉不足以令泛民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呼籲中央以具體行動證明有決心推動特區的真普選 民建聯和終極普選大聯盟的成員見面 雙方討論超過一小時 在2020年普選上認為要均衡參與的大原則相同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 大聯盟會上跟他們介紹對2020年功能組別的看法 民建聯亦在會議上表示希望對方考慮支持2012政改方案 譚耀宗認為今次是雙方在意見上的溝通和互相了解 彼此會再見面、討論政改但仍未定確實日期 支持變相公投運動 計劃參選的大學生組織大專2012在網上發起目捐 期望籌集到參與五區補選所需要的25萬元選舉案金 前電台節目主持人白穩琴到選舉事務處索取表格 於是有意參與補選游擊社民連的黃毓民 而表示不滿他過去在議會上的激烈行為 他又呼籲黃毓民在48小時內報名參選 亦不排除游擊其他請辭的議員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新呼籲市民 在5月16日立法會補選當日投票 但不肯轉差投票率 他又希望公社兩黨之間減少爭拗 以免影響泛民的團結 並應該多些與選民接觸 解釋五區請辭的理念 陳方安新又說 政改方案如果不是邁向真普選 反而增加功能界別的議席 泛民應該接受 他又希望政府應該認真考慮市民對普選的意見 制定符合大眾訴求的方案 他又希望政府應該認真考慮市民對普選的意見 制定符合大眾訴求的方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興建議 在政府製作的補選宣傳品上 欣賞公投不合法的字眼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強調 政府有責任依法進行補選 包括協助候選人免費寄出補選宣傳品 程序無違反基本法 星期四 教育工作者蔣西昌 報名參選九龍西選區 剛才聽過過去一週有關五區公投的最新發展 最關心的其中一個發展就是包括究竟 學界的2012 學界的2012 現在籌到多少錢 至今日呢 昨天已經收到大概十萬元 昨天收到五萬元的期票 所以保守估計有十五萬元 昨天也有去香港大學做籌款 今天也有在街頭做籌款 但實際上他們還在點數 我們還未知道實際數 但保守估計至少都有十五萬 但其中如果根據你這樣說 有一個人捐了五萬元 但之前我們知道貓車也捐了五萬元 其實有兩個人捐了五萬元 其實那兩個人是佔了六成六的捐款 三分二 即是六成六 那是否代表其實籌款真的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我想又不可以這樣看 說真的 其實我們開始做網上籌款 都是幾天前的事 三四天之間 就算不算那一段 已經有五萬元以上 其實很令人鼓舞 我們一直預期 我們一直都跟傳媒說 去到4月8日 最後如果有25萬 我們就會參選 但是距離4月8日這麼長時間 現在已經有至少五分一 其實是很令我們振奮 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參選的其中一個大目標 就是要促成五區公投 現在似乎最少有一個區 即九龍西 就有一個報名人士 蔣世昌就參加了 即是他第一表報名 是否意味著你們不用參加五個區 如果是這樣的 我想很技術性地想 即是我們大專2012 我是發言人 我可以看 就說 好像一開始在記者會都說 就是 你可以今天去第二部名參選 你可以最後一天立刻說退選 你不知阿爺可能會叫他 又說你不要選 給你一點好處 又或是有一個人出來說 我也是玩 所以說我不選 那就變得自動當選 為了保障的情況 我們到現在仍然在想 是派五區的 好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說說 關於五區公投的事件 謝謝 謝謝 謝謝